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关于最重要的一刻呢 就是去到这个外星 和和外星人博物呢 我们留下明天再说 我想很多网友可能忍不住 就会上去看看 那就不要了 等我们说 其实在咪后面就问 Loyance 博物是人样 还是怎样呢 他说很恐怖 讲到很恐怖 总之是人样 你都能撕下 如果不是 整个东风楼 很大的东风楼 你不能 这里外星人是有讲过的 在事前安排女朋友给她的时候 她说 我知道你们的意识 如果我是找一件事 和你发生性行为 你是不会有兴奋的 是 你们人类 最少我都要给你一只猪 你才会有少少 当然呢 你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士 我当然要安排一个 以你的地球人男人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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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我反而想讲一下 这一节 这些菜是8481079 8481079 有 那些这样的 背面 即是你那只 明星 那些叫什么 那些叫 面神 是 那我今晚会试一下 你很想吃下去 是 我都会 我想来讲讲 我自己呢 想讲讲这个张长潜的奇人 原来他现在呢 因为他跟我那么大 那么多岁 他有YouTube频道 有的 有的 是讲国语的 他比较奇怪 就是他作为一个 他说是中学毕业 但是我们能够相信呢 在安徽 慕隆 出身的 他呢 中学的水平都非常有限的 应该 甚至乎未读得很好 是 那当然有个人可以自学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他呢 他有很多著作 他自己写 是 那是否是陈恬昌 是写什么呢 是写一些 不是量子力学 那么简单 他是分析 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 什么场 统一场 统一场 那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可以请窗 或者是用电脑 我们不敢去讲 或者是自寒 没说不行 但是他现在呢 后来呢 我理解呢 原来呢 他有些是在节目上呢 会有一些高水平的听众观众 是 是即场问他一些 我想陈志宏都未必一定答到的 物理啊 化学的问题 甚至乎空间 黑洞和空间 和时间 就是那些量子力学 和纳米 的关系如何碰撞 他是答到出来的 而 后来呢 我看这些文章 和Lawrence说 是有些呢 学友专长的科学家 认为他的答案呢 一只还未证实你不知道是 gay 是合理 即是 make sense 就是怎么没闲 我们是在旋逐的 我们是在旋逐 老实说 那些什么统一场 我看 我会讲他两个东西 我不想讲 不是吧 是中文来的 我也不能讲什么嘴 我我会常常说什么嘴 那些字 我会读 是加在一起 不知道在说什么 就是说 那他呢 那你就要讲一个安徽的人 这就是说 他根据他的说法就是 外星人跟他说 你說愛星人跟她說,現在是愛星人跟她說 我是否一定明白呢? 其實我覺得愛星人有沒有給了一些智慧 你有沒有看讀到那裏? 是,其實是這樣的 等於我跟妳說,我是愛星人跟她說 我不是跟妳說完就可以說出來 其實很多個個案裡面,不單止張長全一個 例如你瑞士就有Billy Meyer 又或者另外一個 差不多現在是這個學會上最出名 以及最… 即是說的是她 例如日本我們說過 吳蓉龍又種蘋果的木村秋汁 他們都是接觸了外星人之後 不知道應該是開了一個什麼竅 譬如好像木村秋汁這樣 其實她除了種蘋果之外 她是可以解釋回 為何木星和火星之間有一些隕石帶 她是可以計算到那些隕石帶 她是一個圈的周期是多少 而一百年之後她的周期又會變成多少 她是計算出來的 所以呢,不是我一個人說的 是很多UFO的研究者 他們都會覺得 很多外星接觸的個案 他們是不知不覺地 是不知不覺還是外星人有意 即是我們一般的說法 都認為我們人類本身的潛民 我們現在是沒有了很多 或者是隱藏了很多 即是可能有些科學家說 現在我們是用了百分之二 有些科學家認為我們可能 連百分之二都用不到 沒錯 是否去啟發你們 啟一啟發 還是開啟呢 不知 總而言之就是他們是 譬如是木村修則也是 沒錯 你好像我呢 大家可以看看張祥前 喂 她不單止解釋到 剛才我說的那些什麼 光速和時間 對 什麼空間的關係 點與點什麼 第四位不是 不單止解釋到 而且是能夠用一個 比較容易的方法解釋 是的 這個聲音 因為她是要理解完才能解釋出來 理解完才能解釋出來 理解完才能解釋到 你的阿雷明 是的 還有什麼呢 一個叫做 簡化了某一種知識 其實你本身 沒有一個很大的基礎 可能 會不會是她跟外星林博的事情 我想她有中間 在故事裏面 其實她都有提到的 就是說每一次 他們跟她聊天的時候 都好像叫做 整個人多了一層coating 她覺得自己個人 簡單的說 她好像power up 那樣 但是她現在還沒有跟外星林博的 沒有 回到地球之後就沒有 她回來幾十年了 是的 但是在那個一個月裏面 其實她是不斷 每天都要博的 OK 但是現在張祥前 張先生去 現在有沒有老婆 有沒有家庭呢 她有老婆 即是回來後她還是可以 是的 沒錯 其實如果你說 整個故事來講 你會覺得 好像一件過了很久的故事 但是你看看她的故事裏面 那些橋段 其實是很接近 我們現在看的 那些電影裏面的題材 我簡單一點這樣說 就是說 她出了一本書 在2023年出的 淘寶買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可以去其他地方訂購 不過懶我 我就沒有訂購 有很多那些學術派 或者是左膠的 就去批評她 你知不知道你這本書 有一半都是講波爺 你就是色情人 你就是變態人 你就是想借外星人的名義 去賣書賺錢 但是她那個反駁是什麼呢 她又好學識地跟她說 你以為 如果我如實地寫這故事出來 我會出到嗎 所以我就要把這本書 寫得好像色情小說一樣 你們最多說我下流 但是你們都會買我這本書 因為你們色情小 你會見到她 回答得來很狠 會很有智慧 但是其實 你現在我就這樣說她 不過各取所需 我 例如我啤梨 我不會對她們色情小的拍夠興趣 我反而對她 前前後後 那些拍夠興趣的拍夠興趣 會不會大不了 其實當她那個交合的過程 都很搞笑 不過如果你問我 我都是把焦點放進去 因為她跟很多不同的外星人 對話的時候 那些外星人怎樣教她 我就是這樣說 喂 如果 如果 你現在明知一個人是外星人 但是很冷靜的 是 你真的要不要呢 其實是這樣的 在我們這個人類層面 我們是很想要 如果你問我 我也會很想要 但是在她們的層面 她們是不會用她們的真身 和我們發生這個性行為的 它只不過是會令到我們的腦有一個幻覺 哎 誰幫你 OK 喂 那 又是這樣說 當然 你一定要先衝動 是 你就算知道外星人 一定會令到你衝動 是 所以她會預先 譬如她探索了你的腦 她會知道你的喜好是什麼 哦 原來你喜歡大波妹 喜歡有一個喜好 有人不喜歡大波妹 不可能 我覺得 是的 不要太極端 不過你喜歡人 就很難會 用一個波來衡量 是 喂 你不會說 你女兒很大波很大 你會 這件事 但是你喜歡的人 不如想追求她 你不關心 我想性格的比例會好 講緣分 真的假裝著那一刻就講緣分 喂 但是這樣說 你說如果 我們是明知那個是外星人 嗯 那是會不會吃呢 還是 用回我的理論 就是 你人一輩子一輩子 你怎麼會是外星人 其實在外國有很多個案 很多 他們都說是會被外星人強姦 或者跟外星人生我的孩子 或者懷有外星種 但是 沒有任何的證據顯示 他們除了女的會懷孕 但是懷孕 又不能代表是他真的被外星人的東西插播 可能他是接入杯胎 又或者他就用一個假象 令到你一個興奮的表現 從而令到男生射精 而 就不是代表你那些東西真的插進去他那裡 然後你在那裡射一射 那你如果這樣說 所有都可以是 因為我們暫時不能證實到 他會影響到你的腦 那你也沒有說謊 所以如果你問我 到現時為止 只能夠根據個別的一些接觸者 他們的證言就是說 在他們的層面裏面 是真的有做過這件事的 但是 究竟他是被人催眠了 是一個幻想 只有當事人真正才會知道 江志仁是那個外星人 他自己是深深信誠 我真的沒有人做過 但是其實被人催眠了 我真的被人催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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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樣 就是 這個追場前奇奇怪在 大家如果上網 留下明天我們會繼續下集下集 其實 他是不是 他是連 我想 其實這些事情是不是一件事 他是連我們的 譬如說 轉世 輪迴 鬼神 他都可以有一個 好有一個規格 去答應 沒錯 他不會 吞吞吐吐 他就是 一徐定音 就告訴你 輪迴就是這樣的 生死就是這樣的 你們那些神佛 耶穌 佛祖的那些就是這樣的 你今世做了壞事 是不是一定會去地獄 沒有 我跟你說 1.8%是沒有的 所以 你們是不需要擔心 但是當然你們都沒有做壞事 沒有地獄 沒有地獄 不用擔心 一樣可以輪迴 他是有輪迴的 做壞事 那有沒有業 那些人就問他 用我們那個宗教角度去問你 我們那個宗教理念就是說 如果我們做壞事 我們會掉到畜生道 做了一隻豬 給人湯 那就很慘 他就很斬釘 沒有 是沒有 他說首先 人類的靈魂 和動物的靈魂 是差很遠的 他說幾乎是微乎其微 是不會有人想去做動物的 亦都不會有人逼你 因為你做壞事 你就要去做動物 他說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所以請你們不要再這樣想 是的 而 這個地球人呢 是因為意識比較低 又或者是很高 過下來很低 要去體驗這個地球的生活 所以是正常來說 都會經歷幾百次幾千次的輪迴 才叫做 學舊 體驗舊 才會回到一個高的層次 或者回到一個本源 那這些這樣的理論呢 事實這樣說 本源我未必是地球人 是的 所以他這些理論 就和一般new age的那些 是很接近的 是的 那當然呢 你問我 他對生死的那個看法呢 我會覺得他很像 我看那些new age的那些書 這樣解釋 譬如有得選 即是有得選父母 有得選我下生在那些地方 又或者我要做的事 即不是說到 好像以前我小時候 那套中華理論那樣 但是這樣說 即是沒有業債 你沒有業債 你真的做很多壞事 都可以這樣 他說那些業的形式就是什麽呢 即是其實他說 我們的內心 或者我們的靈魂深處 是會有個天平 即是類似天性的 自己有良心良知 是的 雖然我在生 我作根法科的時候 我沒有用我的良心去試 做一些很殘忍的事 或者不對的事出來 但他的靈魂層面都是有的 我的靈魂層面 覺得要對某一個人作出補償 就會去跟那個人下一世 或者之後這麼多世 就會做一些事去補償給那個人 從而令到兩個靈魂的層面都要平衡 那我們怎樣才了解到我們自己的修行呢 他說可能要做幾百世人 我們才可能去到本位本緣 那 譬如我現在是馬建賢 我不會記得那個前世 正常 是不是要在我這一世 譬如我死了 那一刻 我在那個靈魂的階段 反而我可以 譬如我已經累積了五十世 我就等於有五十世的智慧 那時候我才明白 沒錯 可能我去到八千世才終於 我夠了 我不會夠了 我可以走了 我回到本緣 就是這樣的道理 這是他所說的 是的 即是跟一般我們看New Age的書 就是當我們每一次 即是完成一個生命之後 我們都要review 那你可以隨時選擇 我們過去這麼多世 所作所為 或者所學到的教訓 從而我們想 嗯 其實我都學到這些了 下一世我就要挑戰一些 我們未試過的 譬如 我做了很多世有錢人 那我要做一個窮人 原來窮人 這樣被人剝削的 到我之後再做有錢人的時候 我就不會去剝削那些窮人了 不斷地去重複重複 以不同的層面 不同的角色 去理解 當時的人 這個想法 就是很suppose 世人 就是靈魂深處 你不斷地去剝削 是 就沒有剝削我們 即是時候的面子不是那麼大 如果你說用人來看 我小時候都是做 黑狗人 我個人表力 又不賤不臨儀 有錢人 我得可能去選擇 不如做窮人士 那些窮人 不會的 即是你首先要覺得 這個我們的人 真的有良心 等於這樣的 就算是梁朝偉 也好 或者是很多影帝也好 他們不會去演來演去都演那種角色 是的 他們譬如 好似梁朝偉 又做一下周瑜 又做一下這個金手指 又或者去做一下一個同性戀者 又或者做一個很老闆的一個武俠大師 即我當這樣 他做過這麼多角色 他才會體驗到 原來我做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所有的體驗 我所有的得著 原來是這樣的 一定要是做過那個角色 才會有所得著 所以他在靈魂層面 他就不會介意 我做窮鬼 這樣就很慘 或者我做一個被人強姦的女人 即我經常被人性侵的女人 我就很慘了 在靈魂層面是不會這樣想的 所以他在靈魂的角度 也都是教了很多東西給張祥淺知道 他就了解到他自己 原來我今世這樣 他在靈魂居來 在我的星下 一個月 即以地球的時間來講 就是一個月 他本身的感覺呢 他一個月 因為其實他去了一個月之後 他就理解到什麼叫時間 當然那些外星人都會跟他說 只要你充分了解到 時間在這個宇宙裡面是何物的時候 你就是地球No.1 或者你是所謂地球最富有的人 只要你能夠掌握到時間的奧秘 那能夠掌握到什麼 他覺得他自己有 但是他覺得他沒有人認識他 他發揮不了 但是我自己也有一個疑問 如果他那套理論是真的這麼堅實的時候 按道理他應該被人捉了 其實按道理他現在還在這個角度裡 這樣做YouTube 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都覺得這件事 我到現時為止都解釋不到的 喂 不要說其他 只是你說跟外星人吵架 你不讓人 神秘無門 再了解一下 是啊 他只是說 他在YouTube 開頭講博物那些 立刻被公安局 被人家去他的家提醒他 你不要再在那個 那個TikTok的男子不鬼的那個頻道 再說什麼發生性能為那些 你說光速那些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不過如果你再說性愛那些 就不好意思 我們是會來抓你的 很可愛的 很可愛 好 那我們再繼續吧 好 拜拜